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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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这一页的字母 大家有没有发现 俄语它有些字母是跟英语和汉语里面的字母是相同的 但是它的发音是完全不同的 真的就需要大家去着重记忆了 下面这页我们看第一个 , , Ž , 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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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M,M,M 读完这页,大家也会发现 有些它是跟英语的发音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个,E,长E,E 它字幕名称,跟英语里面的E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M,对不对 这些呢,如果是跟英语 或者是汉语里面的字母发音 字母的名称,读音是一样的话 那这样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容易记忆的 我们看下一页 读这个字母名称的时候 大家注意嘴型要区分一下跟汉语里面O的发音 但是读这个时候呢,是嘴型要向前作的 O,O,O,O 好,下面一个 B,B,B 下面一个是俄语里面特有的一个 颤语,就是大舌音 它呢,字母名称读作 R,R,R 好,下一个,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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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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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面,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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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我们这一页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 F,F,F H,H,H,H C,C,C 在下面,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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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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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然后多了一个小尾巴 H,跟上面一个区别一下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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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好,下面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符号 它是一个音音符号 是不发音的 它的字母名称读作 Tvjordizn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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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思呢是音音符号 这就是它的字母名称 它们是不发音的 剩下的就是这几个字母了 这个 U,U,U,U 读它的时候 就有一个技巧 就相当于是读U和I 介于U和I之间 U,U,U 下面一个也是无音字母 它单读出来呢 有一个意思就是我 我,我的意思,你,我,他,我的意思 那我们学完了俄语字母名称 那我们来看一下俄语里面 它的原音和符音 以及无音字母 一共有哪些 首先呢 俄语它一共有33个字母 其中包括原音字母10个 也就是这10个 大家跟我一起来复习一下 然后看它的符音字母 一共有21个 分别是我们一起来再看一下它的字母名称 让我们来读一下 B,V,G,D,R,Z,Z 你,K,L,M,N,P,R,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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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是这11个分音字母 那还有两个无音字母 也就是我们的音音符号和软音符号 这是比较特殊的 俄语里面它有两个字母 它是不发音的 它呢只作为组成单词的一部分 好,这是我们俄语字母 所有的名称 学完俄语的字母名称 那我们来看一下俄语的打印体和手写体 大家看到这张表上是我们所有的俄语字母 那前面呢是打印体的大写和小写 后面紧接着是它的手写体的大写和小写 那我们仔细地看这张表 可以发现有的打印体和手写体 它的差别很小 几乎没有差别 你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那有些呢差别非常大 那比如说这个 打印体的大写和小写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大一个小而已 那手写体 它的大写和小写 就有差别了 同样它跟打印体又有差别 那这样的字母就是我们需要去 重点去记忆的 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也是需要大家不断地去练习 着重去练习的对象 这个呢没有什么捷径 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写 多练 多记 这个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是 所以的是打印体 那我们写出来的是手写体 给你给出一个单词 那你需要知道它的打印体 对应的手写体是什么样子的 有时候呢你跟欧罗斯人交流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它的手写体 那你需要知道它对应的打印体是什么 好 因为我们记单词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词典上的书上的 都是打印体 那我们看到手写体 我们要把它能对应起来 要不然 你不认得这个单词是什么 看这个 非常的 差别非常大 那还有呢 这个差别是不是也挺大的 它呢像我们汉语里面 我们大写字母的那个反着的N 对不对 那它的手写体呢 又像是一乌鱼的O 这个是非常头疼的 刚开始你可能会受到 英语和俄语的干扰 但是呢你要极力地去区分它们三者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写的时候 大写和小写它们的区别 就是给你一个 叫什么 五线谱拼音本那种本子 大家去写 对照着写就可以了 刚开始书写的练习 还是很重要的 写一首漂亮的俄语 就跟我们写一首漂亮的汉字一样 招人喜欢 那学完了所有的俄语字母 以及俄语的概况 以及俄语的打印题和手写题 那我们今天也来学几句 俄语的日常用语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基本的 见面要问好 见面要问好 那我们说您好 在俄语里面呢 是 这个单语是比较长的 这个用到的情况是 你跟陌生人之间 以及长辈之间 都是需要说您好的 那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念一下吧 这是您好 再跟我重复一遍 下面呢是你好 比如说 比如说同事之间 朋友之间 朋友之间 平辈之间 我们都可以说你好 这个呢就相对简单 好 最后一遍 好 最后一遍 那我们说再见 再见 再见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比较长 第二个比较短 那他俩是有区分的 他俩的意思是有区分的 他呢共同的意思呢是再见 第一个比较长的 他的意思呢是长时间的再见 比如说在机场 在火站 去送别的时候 我们说 或者是说 今天放学了 你隔了一天两天 时间比较久的时候 我们说 但是这个 第二个 说 说 回头见 待会见 一会儿功夫 我们就可以再见 那我们就说 Baga 该跟我一起读一下 DASVID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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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回头见 B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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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 学完了这几个日常用语 初次见面 那你不认识的人 那你得问他叫什么名字呀 你叫什么名字 在俄语里面 是这句话 有三个单词统成 第一个 G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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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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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ZAV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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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下分别这三个单词的意思是什么 第一个 GAK GAK 就是怎样的意思 怎样 怎么样 第二个呢 VAS 就是 您 您 然后ZAVUT 是称呼 称作 也就是说 别人怎么称呼你 那说白了就是 你叫什么名字 跟我一起说一遍 GAK VAS ZAVUT GAK VAS ZAVUT GAK VAS ZAVUT 好 他的回答呢 我叫什么名字 第一个 M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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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同样是 ZAVUT ZAVUT MENYA ZAVUT 比如说我的俄罗文名字叫 ANYA 那我就说 MENYA ZAVUT ANYA MENYA ZAVUT ANYA 如果你叫ANDO 那你就说 MENYA ZAVUT ANDO MENYA ZAVUT ANDO 好 下面呢是 我们的两个 非常用语 谢谢 和不客气 在俄罗斯 这句话用的非常的 多 频率非常的高 就是说大家非常的有礼貌 很客气 别人帮助了我们 我们要说谢谢 那 SPAS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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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SPASIBA 那别人说谢谢 我们说 不客气 什么 BASIALU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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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SPASIBA 谢谢 不客气 是BASIALUISTA 好 真的是我们今天学的日常用语 大家最后跟我来一起读一遍 您好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你好 Привет 再见 这两个说法 DASVIDANIA DASVIDANIA 还有一个 BACA BACA 你叫什么名字 做介绍的时候 问别人 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CACVAS CACVAS ZABUT CACVAS ZABUT MENHA ZABUT MENHA ZABUT 谢谢 SPASIBA SPASIBA 不客气 BASIALUISTA BASIALUISTA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看到这里 学完了那些日常用语呢 我们有一个简短的小对话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认识的时候 我们怎么说 汉语里面我们会说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各回各家再见 这个对话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内容 我们看一下 这里安东和安娜 安东是俄罗斯的一个男生的名字 安娜是女孩的名字 我们看安东说了什么 他说 我们刚刚学的是您好 您叫什么名字 然后安娜就说 真的是新的一个表达问候的方式 跟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一切是等同的 他的意思是说你好 добрый день меня зовут安娜 我叫安娜 меня зовут安娜 啊 вас как зовут 啊 вас как зовут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啊这里就表示 那么你怎么样呢 那么什么什么呢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下面安东说 安娜 安东 我叫安东 安娜 安东 安娜 安娜 安东 最后啊 再见 Das vidania Das vidania 安东同样说 Das vidania 我呢 再给大家整体的顺便 不说很有意思了 大家已经明白 他这个小对话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就只说俄语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Как вас зовут Добрый день Меня зовут Анна А вас как зовут Добрый день Меня зовут Анна А вас как зовут А меня Антон До свидания 好 今天的收获大不大 我们主要学了 俄语的33个字母的名称 俄语的打印体的时候 学习的区别 以及日常用语和 自我介绍 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回去多多练习